第十二宫位 大家嗨 原來我也會角色扮演系列 終於終於終於來到 最後的一個宮 不曉得同學有沒有好好的去細數 最後一個宮是什麼呢 對沒錯 它就叫做父母宮 這一次的父母宮呢 就沒有再幫大家帶十二宮了 十四祖心的這樣的解釋 我們來大致上來看一下這個父母宮 這個在命盤上面的十二宮位啊 有一些像父母宮跟兄弟宮啊 這是比較少數 能夠直接在你出生 在你的本命盤上面就對應到現象的宮位 實際上發生的現象 為什麼呢 因為父母宮對應的就是我的爸爸 父母宮是爸爸唷 兄弟宮是媽媽唷 還記得嗎 因為兄弟宮是在父母宮的 夫妻宮的位置 所以呢 父母宮講的是爸爸 那麼爸爸呢 在我們出生的時候 他就已經存在了 對吧 所以呢 對應父母宮這個宮位呢 有諸多的解釋 包含了 我會有什麼樣子的遺傳啊 我有什麼樣子的長相啊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個性啊 來自家庭的狀態啊 我的家事背景啊 我的教育狀況啊 我的受教育的程度啊 我跟我的老爸 是什麼樣子的互相對待關係啊 我覺得我老爸是什麼樣子的人 對應在父母宮 雖然很簡單的很單純的就叫做爸爸 但是他可以擷取出來的解釋 其實非常非常的多元喔 但無論如何呢 他還是會跟你自己的長輩 你的父親是相關的喔 那同學就會想要問啊 那老師我那個從小啊 就沒有父親啊 那我到底父母宮我要看的是什麼 這一個呢 我們就會很明白的讓同學知道 雖然你可能沒有真正的 生理父親來照顧你喔 生理父親就是實際上生出你的那個人 但是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啊 一定會有一個代表的父親這樣子的角色 來照顧著你喔 一定會有通常啊 會是什麼母帶父子喔 那麼媽媽就會代替爸爸這個角色來照顧你 或者是呢 你有可能是阿公阿嬤帶大的喔 你的實際上是誰照顧你的 那麼你的阿公阿嬤 他就會去代替父母宮這個位子來照顧你 但老師我那個孤兒院長大的呀 你在孤兒院裡面也有老師也有院長 對不對 實際上去照顧你長大的 這一個人實質影響力 他就會是你父母宮裡面所呈現心耀 他跟你互相之間的關係喔 所以不要說那個我沒有老爸啊 那我父母宮我到底要看誰 我到底能看誰 其實很簡單你只要想 到底我實際上是被誰照顧大的喔 這個實質影響力其實還蠻重要的喔 同學要記得這個部分 另外也會有一則說法喔 這個父母宮啊 我是不是可以把他當作是我工作上的上司來看待喔 我的主管可以掌握我身殺大權的老闆 同學除非你的這個上司或是你的老闆呢 你把他當作親生父母親來孝順他 不然基本上對於你工作上的主管上司老闆 你從你的管母宮去看就好了喔 父母宮看還是實際上有實質影響的 你也有在孝順的那個人喔 好另外還有一個我們所知道的官妃兩個字喔 講白話文叫做我跟你 我們喔約定被破壞的狀況 這個官妃呢或許很多人看字意會覺得很可怕 哎呀會不會是那個告來告去呀上法院啊 這個通常啦約定破壞事情可大可小 當出現了你真的沒有辦法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的時候 我們才有可能會訴諸法律這個管道 才會變成是你所認識你知道的那個 法律的這個部分的官妃 不然呢其實約定被破壞的這件事情 約定的這件事情 我們從我們的日常生活很多的面向都可以發現 比如說我要把房子租給你 欸我答應租給你這就是約定 我答應照過你一輩子啊這個也是約定喔 我們約定了紅燈不可以右轉 我們約定了騎摩托車的時候要帶安全帽 欸有沒有發現這一些剛剛提到的這一些的事情呢 它都是所謂的現象喔 現象呢就不會出現在你的本命盤上知道嗎 現象呢它會出現在你的運線盤上面喔 那麼當出現在運線盤上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偏向是我跟這個社會 所產生的各式各樣的約定的模式 那麼有哪一些星耀是我們平常就會特別去注意的屬於官妃的星耀 有幾顆喔 像是天府星喔 天府星呢化氣維權 這是一個全力掌握的星耀 我要好好的掌握住我的全力喔 還有像連真心 連真心就是一個自我控制化氣維求 我必須好好控制自己的行為喔 還有呢像父母軍喔 然後破軍型簡單的大破大力 它有時候也會變成我所知道的破壞者 另外像去人星啊 它比較容易產生的是類似像口舌 啊你比較常常聽到的說話口舌的問題 太陽星呢 太陽它就是一個規矩規則的制定者嘛 所以我要制定我也有可能破壞 最後一個是天象星 天象它也是一個人跟人之間規則的制定喔 所以以上這些星耀 都是我們常常會看到或是帶到 官吟跟官非有關的這一些星耀 我們也會稱它為官非星耀 當然啦這些官非星耀 出現在你的腹疾線 腹無功結合功 腹疾線上的時候呢 同時我們也要再去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殺技來影響你 而造成呢 你在這個時候有產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那另外還有一顆它並不是主星 它是屬於我們的腹心叫做什麼呢 文昌星 欸沒錯千萬不要忘記喔 文昌星雖然我們對它都是什麼筆墨文書 這樣子的形容詞 但是其實呢文昌星呢 它就是文書書寫 所以它通常跟約定 跟這一些條約條文也都有關係喔 好所以這一些加上文昌星 就是我們稱的官非星耀 在腹疾線在父母宮的時候呢 沒有什麼其他的殺技影響 沒有問題喔不要緊張 那當你運線盤在轉的時候呢 你的宮位內有很多的殺技 狀況產生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能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整體的狀況喔 還有最後一點呢 這個通常我們在看這個 宮位內如果有產生四化心的時候啊 只要不是在這個實際上有發生 在我出生的時候 它就有這個人所在的像 爸爸的父母宮媽媽的兄弟宮 而是在其他宮位的時候 基本上呢它會比較偏向是 我們互相之間的對應 比如說我的夫妻宮上有四化 欸有畫路 或者是有什麼其他的四化 那麼在本命盤上就是 我有這樣的想法 在運線盤上呢 表示我可能對於我的感情狀態 我想要怎麼樣畫路 我要對我的感情對象很好喔 這樣子 但是父母宮呢比較特別 因為在你出生的時候 你爸爸就已經存在了 所以當你的父母宮 有出現四化型的時候 它會比較容易對應的是 你爸爸給你的 比如說如果你的父母宮裡面有畫路 有心意要畫路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直舉的反應到 你這個爸爸對你會比較好喔 這就已經不是互相對應的關係了 因為在你小的時候 其實你也沒辦法對你爸爸好 只有你的爸爸可以對你好 對吧 那麼如果是有遇到畫權的情形呢 那麼我們也可以直觀的說 你的這個父親或許希望能夠好好的掌控 掌控住你掌控住這個父子之間的關係喔 那畫科呢或許呢 這個爸爸其實是還蠻有名望的唷 那畫際呢 有可能會有一些些的遺傳疾病 直接遺傳給你喔 這個是畫際在父母宮 因為畢竟他也是在腹體線 比較有可能帶來的一些身體上的狀況 另外呢因為有畫際性在你的父母宮上面 那麼除了你的本命第一大線之外 在後面運線在走 基本上呢跟爸爸之間的相處呢 或許也不是太舒服喔 因為我就是想要好好的去對待 我就是想要什麼樣想要什麼樣看的 就是你的主心的特質喔 那麼就是同學要記得 當有四畫性出現在你父母宮的時候 對應的比較會是你爸爸對待你的狀況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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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